广州恒大不恰当的提出亚冠冠军的目标,还能引发出一阵球迷欢呼,也足以证明,中国球迷全力对亚冠,甚至只是对日韩有多么不了解了。 即使不了解,也应该有个基本的印象,自从2015年以后,中超已经夸不过日韩这两道门槛了。 2016年,当为女冠军广州恒大被日本东京FC淘汰出局时,日本胜利的重新回归亚根,就没有引发重视。 日本的俱乐部到高校的完整培养体系,出一支夺亚冠的球队毫无悬念,而且哥萨基里日本俱乐部的低迷,和中超俱乐部的崛起,让人产生了俱乐部层面。 中日已经昏昏的强烈存绝,纯粹看数据表现,中超只能靠半元顶半,而日直连却又源源不断的年轻人才输出,这优势对比就无需多元了。 而日直连只是一个小调整,中超就再也撑不住了,在2015年起,日本足协终于调整了赛程,尽可能的为亚冠球队让路,从而避免了亚冠球队几线连续作战的尴尬,这也终于出现了为了亚冠,日本俱乐部,能够全体不打连赛较为的景象。 从那以后,中超球队在亚冠淘汰赛顶不住日本球队,就再正常不过了。 而活在2013、2015恒大偶然性幻线中的人,还在指望修理厂的伙计,能够顶得住流水线的老板。 同样,韩国在2016年双杀中超近东亚区决赛的场景,只怕让上岗和鲁能还记忆游些,那时的双杀,就已经是双双屠杀了。 而上岗恒大的相对地位,还在不断下滑,两队的老龄化都极其严重, 上岗的小青年军,其实已经基本进入30岁年龄段,而恒大的冠军班底,基本都是34家了,外援层面,更是不如当初优势巨大。 而对比起日韩将流水线一样批量出品20至24岁的优秀国角,清醒的人理应不会跟着那些伪媒体去轰住威。 只看同来1995、1996年龄段的中日韩球员对比,也能够看出来所谓的上岗和恒大的配合率,究竟意味着什么? 不论日韩,实力最强,毕竟商业影响有限,而中超动不动生意的关注度,给你个配合率让你有点小希望,赢了还有小惊喜,那些商业公司自然就有利可图了。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,还要数什么中超今年又赢了几个内援外援,教练战术要怎么调整,更像是体效刚进门的小朋友,在幻想你输比赛该怎么夺冠了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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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